嗨你们好 我是孟杰 在上海七猜 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洗手间 都有什么东西呢 化妆台 这些都是我的 小化妆品 这是我平时会吃的糖 然后就是我一个小盲盒 这颗可爱 洗护的 洗发膏 然后洗别奶 这些全都是我用的 护肤品 哇真的是超级多 就是Won-Won Skin的 一个面膜 然后它是一个 黑钻系列的面膜 涂出来就是有那种 黄金闪闪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用了好久 你看都已经有缝了 真的非常好用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Won-Won的这个特护霜 现在已经冬天了嘛 皮肤是经常很干燥的 最近呢一直在剧组拍戏 长时间带妆呢 皮肤也会很敏感 一般这种情况下呢 会用这个 而且它可以帮助 舒缓皮肤的刺痛的情况 虽然它是面霜 但是提起来特别像乳液 而且很好推开 很水润 上脸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它也没有什么味道 而且呢也是完全不含酒精的 你看超级滋液 还有这个 它是自家的 AI修红的乳液 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我这种干敏皮 在这个季节就很容易 脸上干燥啊 泛红啊 所以一般就是会用 这个修红乳之后呢 脸上的这个泛红 就会得到一些缓解 它的保持效果也特别好 真的是很不错 超喜欢 所以你看看 这个嘴巴 没有什么添加 但我就皮肤冬天又 太水了 太喜欢了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大卫尼西的护发精油了 每次出门呢一定会带一些护发类的产品 天气干燥 头发很容易变得干枯毛燥 这个精油 融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柔顺 很有光泽 而且味道也特别好闻 超级香 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还有最近尝用的这个是 Bredo的香发喷雾 有的时候出去可能炙火锅呀 你就会头发上会有味道 这个香发喷雾 我是觉得超级好 而且还有护发成分在里面 在头发上 它这个味道叫什么什么 Ghost的这个味道 很好闻 还有那个吉普赛 汁水针超级棒 香味可以持续很久 而且是那种高级的香味 给你们看一下这两个博 前期前刚买的 迪士尼糖果 它本来呢是像王后一样随机的 但是我觉得太好看了 就直接就全部都买了 超级可爱 你看这两个 疯狂动物城超级可爱 然后这个是Lokso 你们打开看一下 好酸哦 看 进一跳汤 哇 哇 好好吃 然后它里面还有益生菌呀 太好吃了 给你们看这味 嗯 薄荷味 梅姿味 蒸水苹桃味的 草莓味 一盒里面好多好多味道呀 我觉得就马上到节日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特别适合 就是给小朋友啊 然后圣诞节啊 然后过节可以去送 真的很可爱 当然这个呢就是龙脚散 现在冬天嘛 天气比较干燥 嗓子呢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经常会喊一个糖吃 这个硬糖里面 还有龙脚散粉的 所以吃完呢 嗓子就会润润的感觉 昨天打开呢是柚子味的 是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今天这个呢 它是桃子味的 还有就是 有柚子 有桃子 薄荷 各种味道 来一颗 就是很好吃糖味 但是居然还有龙脚散的味道 感觉我的嗓子 又会变得更好了 刚才露得了一个 我觉得特别好 用的一个人成功 这个是麦球雷敦的 绵绵慕丝棒 像我这种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 必须要用热唇膏的人来说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太需要了 像平时就戴口罩啊 嘴身就会很干 吐个热唇膏 是很有必要的 是一个薄荷桃子味的 我是很喜欢 毕竟我小桃子嘛 超级润滑 很好推开 就是那种香甜薄荷味的感觉 我舔上去 还有点薄荷的那种 清香在上面 哇 像整个嘴就是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儿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的秋冬的 各种的护肤品 然后还有吃的 下期再见啦 拜拜